Hello大家好,我是TaoTim 将买回来的苹果简单的上锅蒸一蒸 没想到这么有用 近100岁的太老了 入冬之后每天要喝一碗 取一个大苹果 先用水将表皮打湿 然后在手心里放点食用盐 搓洗苹果 用这种方法可以去除苹果表面的脏东西和农药残留 这样吃起来更加的放心 挑选苹果的时候 尽量选择水分充足的品种 然后在流动的水下将表面的盐分充击干净 放在鞍板上切成四等份 然后去掉不能食用的苹果盒 用刀切成片 薄点厚点都可以 切好后收进空碗里备用 取一个黄洋葱 先切去两头 再剥掉外面的一层干皮 放在鞍板上也切成片 切好后收进盘子里备用 大蒜一头切掉根地部分 然后将大蒜子包出来 用这种方法包大蒜很容易就能包好 咱们今天要用五六个大蒜子就可以了 用刀将大蒜子拍扁 取个深点的盘子 中间扣一个空碗 先将切好的洋葱丝铺在盘子底部 上面一次铺上切好的苹果和大蒜子 用夹子夹住放在蒸锅里 盖上盖子上切后蒸五十分钟 时间到了咱们的苹果也蒸好了 用快将蒸好的食材夹出来 寒冷的冬季来乱一口刚蒸熟的热苹果呢 酸酸甜甜瞬间寒气全无 再用夹子将盘子夹出来 将碗取出来后 满满的一碗全部都是精华 咱们一定要趁热将汤汁呢 全部喝下去 隔三差五来上这么一碗呢 好喝又管用 喜欢小伙伴赶紧尝射吧 我们下期再见